三大当红偶像正元唱陈乔恩 贺君祥现身某品牌举办的粉丝见面会 当晚三人在现场都使出各自砍加本领同台互标人气 三人在台上你争我多 在台下三人都表达了对台湾灾区的共同祝愿 重建家园的工作需要大家的努力 一起才可以让很多受灾的灾民 他们可以在灾后重建他们家园 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 然后也要像就是在台湾很多最前线的救难人员 就是至上最高的经营 还有我希望这些灾民们一定要抱持着希望 就希望大家那么伤动都会过去 那当然我觉得这毕竟能够出一份行李 我想我们一定会出一份行李 那可能下个礼拜一会去参加香港政灾的活动 虽然三人工作太深 但都通过各自的方式参与到政灾当中 据说陈乔恩就是刚从香港的政灾晚会现场赶过来 而郑元昌的妈妈更是当起了义工 并在第一时间替小宗捐出了善款 我妈妈是在拔谷山狼义工的 她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已经替我捐出新台币到最前线去支援他们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所以我们发挥我们的公众的影响力 可以号召大家一起 不管是大钱小钱我觉得都是一份实力 对于最近备受瞩目的阿妹家人在台风期间过世的消息 三人也表达了对阿妹的问候 同时小美也向大家发出了捐款的号召 并说出了所有艺人的共同心声 那如果碰到他当然会希望他能够解癌 那有很多的亲人就是在这次水灾当中 其实都是发生很严重的不幸 那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哪个地方的人都希望能够大家 一万块不嫌多一块不嫌少 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去帮助这些更需要重新家园的人 朱旧培详情相爱的一家人上海报道